在汉中之战 刘备斩杀曹操 西部军团总指挥 夏侯渊 进而苦战相持 终于迫使曹操主力撤退 得到战略要递汉中军 之后他又派遣孟达 刘峰东基 夺取上雍郡 此时他已经占据了 一州的全部地区 以及荆州最重要的南郡 武陵郡 零零郡 关羽也奉命 准备北伐相反 和晚成一代 以侯音为首的 反曹势力相呼应 这时候的刘备势力 也从荆州时代的进退狼拔 壮大到 幡然翱翔不可复制 达到了实力最巅峰时期 因为一州虽然只是一州 但受汉末战乱破坏损害 远小于北方各州 不但地域辽阔 同时户口众多 其麾下兵马 总计不下15万人 关羽军也占精锐3万 荆州地方留守军2万至3万 一州军也占精锐6万 地方留守军3万 可动员兵马超过20万人 而政治方面 相比于徐州屠城 关渡沙福 形势爆裂的曹操 倡导兴富汉氏大义 一向仁义 对待百姓的刘备 更占据了绝对上风 刘备早年屡战屡败 兵马不过数千 曹操元少 刘表 孙权这些诸侯 却无不以礼相待 龙儿众之 以其为附庸克江 而不能贸然吞并 正是因为其巨大的 政治声誉和号召力 是汉氏宗亲的杰出代表 反曹兴汉势力的 一面大旗 是以千古奇才的诸葛亮 弃刘表 而跟从他这个一线之主 万人敌勇将关羽 张飞对其不离不弃 刘备自己也对此颇为自诩 今之与吴为谁活者 曹操也 操以吉 吴以宽 操以豹 吴以仁 操以绝 吴以忠 梅宇操反 事乃可成耳 然而就在此时 刘备的一大昏招 却直接导致了天下英雄 对他大失所望 原来的盟友孙权 更直接投入曹魏阵营 反水加攻 因此关羽军团覆灭 荆州三郡丢失 刘备复仇大军 又惨败于一灵 前后折损 兵马十万 大将重臣 和军中骨干无数 桃园梦断 白帝提携 引恨抱汉而终 而短短几年 蜀汉无论地盘 兵力 人才都锐减到此前一半 虽有诸葛亮 绝世之才 力挽狂澜 呕心力血 保住一方基业 终究无力回天 这个昏招 就是刘备势力 鼎盛时的一大标志 自称汉中王 此举实为居须名 而害实力 过早暴露了自己的雄心 或者说直接说野心 反而向天下人 昭示了自己弃局的不广阔 在西汉和东汉王朝 确实是白马之盟 非刘不亡 但从不是后世一些人 误解的刘结可亡 包括诸葛亮在内 无数忠臣意识维护的 是四百年 黄黄大汉的法统 而绝不是刘邦子孙一家 一姓做江山的司令 汉朝封王是有严格限制的 要么是皇帝的亲生皇子 要么是诸侯王嫡子 诸侯王其余儿子 除非是皇帝 特别加恩封王 通常也只能封侯 这就是大汉 之所以为大汉 绝不似后世满清 皇子和诸侯王之外的皇室宗亲 从来并不是什么 高不可攀的天皇贵宗 也和寻常世人一样的 为官入世 立功封侯 是幻时亦无任何高人一等的 特殊待遇 以刘备西汉 景弟子后裔的远至宗亲身份 就算在东汉王朝 立下伊尹 霍光之类 荒服设计的大功 也就是败大将军 设行国政封侯 而绝无封王之礼 若如刘备 此时这般 才刚刚占有一个一州 加荆州三个军 就自己称王 那之前 具有一州多年的刘表 刘章们 早就可以自称为王了 但他们从来就没这个胆子 那真是自决于汉庭 自决于天下世人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诸之 而笔之刘秀 当年称皇帝 是入居洛阳 麾下数十万大军 得河北和南各州 二分天下有其一的前提 而且他本身就是 更是帝封的肖王 从王位帝止进一街 刘备想成就帝业的 合法渠道 同样比照刘秀利 在曹魏颠覆汉朝 已成事实的前提下 克服长安 洛阳 这两经之一 具有天下奇拜时 方可自立设计 在那之前 当然是事 天下弃局之不广 令人人至事 大失所望 换言之 汉县帝留邪 善让曹丕之前 若刘备能攻灭曹操 一统河山 那么他可比照周公立 为天子上父执政 或可以匡扶设计功 特封为王 天下人皆能福音 这样刘备的历史地位 将极其崇高 足可比拟元胜周公 可若自立为帝 传及子孙 仍不免遭 史书后人购逼 平心而论 若能为千载 不义之圣贤 又何必定要 及及于一招之帝皇 而在留邪 善让曹丕之后 从汉朝角度 等于自弃宗庙 放弃汉陵帝 这支的权益 天子施国 如汝子英了 此后刘备 若能攻灭曹魏 一统河山 当可比照汉 是祖光武帝刘秀丽 称帝自为三星汉统 名垂青史 汉中王劝尽表力 大概是刘备集团诛人 自己也决难以自圆其说 居然举河西诸将 推举斗荣为元帅 这种例子为先例 其实已是不知一审 斗荣当初不过是 被推举为 河西武郡大将军 向刘秀书城后 被封首梁忠 和刘备自封诸侯王 甚至极哄哄的 把大半个一周的 五个郡国都 化为汉中王的私人封地 以汉中八属往汉 前围为国 是一回事吗 东汉几层有过领地 如此庞大的诸侯王 独使至此 若有拿错剧本之感 举出斗荣自封大将军 这种先例 作为称王依据的 本来该是向来 名不正言不顺 靠攻杀朝廷官吏 立国开机的 孙策孙权们才对 有论者认为 刘备急于称王 是为给属下有功之臣 升之风绝 又为安置马超 等降顺前诸侯 这也是对两汉时期 政治体制的误解 四汉五推恩令之后 诸侯王权氏 是远不及中书执政大臣的 依如霍光设政时 汉五弟子孙们 无不战战兢兢 而向权臣俯首 至于东汉诸侯王 连在自己的封国都 无能做主 中书调派的国相 才掌控封国实权 更不用说 涉及中书的军政 和监察大权了 刘备称王后 封马超左将军 关羽钱将军等 这些给属下升职 封决的合法性依据 正是他同时自称为 大司马董奇六军 兼领四立校尉 和玉京 以三周周末 然后才能去 涉行军政大权 这些根本不是 任何诸侯王 能有的权利 何况此时 马超合法身份 天将军都停侯而已 本就低于刘备的 左将军 玉周末 移成停侯 不过和关羽的 天将军 汉首停侯相当 又有什么难安置的 而此时 朱雄自封职位 马超是征锡将军 领并周末 孙权是车骑将军 领徐周末 刘备是大司马 司力校尉 一周末 京周末 曹操称为王 刘备骂他是叛逆 而讨伐 结果自己也不顾 朝廷法度和体制称王 正是自甘居于 和曹操一类的反逆了 那么同为叛逆 世家大族 从自己家族长远考虑 大可投靠 占据天下九州的曹操 又何必投掷有 编地一个半州的刘备 何况对反曹联盟来说 是马超重要 还是占据江东 焦州和京南的孙权重要 孙权如果不和刘备翻脸 真心承认了 他所谓汉中王的合法性 岂不等同于自认 是刘备这个盼王的下属和臣子了 江东各郡 原本就遍布带路党 首脑就是张昭 这个托估重臣 孙权长期无力清算 孙权继续和刘备合作下去 此后江东世人 更要一心北向投曹了 与其如此 孙权还不如选择反水 最后用关羽首级换了 正是合法的家官进爵 曹操控制的汉朝朝廷 封孙权票旗将军 南昌侯荆州木职位 也就是说 曹操在有生之年 放弃了统一中国的企图 承认了孙权割据江南的事实 一劳永一解决了 孙权多年来的统治合法性困扰 孙权此前合法身份 只是个杂号将军 汇姬太守 江东大族人人满意 正因曹操明目张胆破坏汉制 所以天下皆知他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这才是刘备一直高举保汉大旗的立身之本 换言之 两汉四百年法统 才是刘备背后的最具大政治优势 因此哪怕只有一线之地时 曹操仍是其为头号大敌 不敢轻忽 刘备仅有一周加三郡时 自封为王 就是自弃合法性 把自己的格局 降低为一个曹孙二元式的割据军阀了 那么既然连刘备放下了忠于朝廷的执念 那么同样是反逆和军阀 大家为何不投明显是大 占据中原九州的曹操 孙权不就是个好例子 许都朝廷虽然是个牌位 却是东汉二百年王朝正统延续 在曹操上且没把他彻底丢弃之前 刘备与之决裂实在操之过急 是以为此时刘备即开大司马府 自称陆尚书是 龟下安排马超这个征锡将军 给官将们前后左右四方将军职位 完全足以筹工了大司马路上书是可比照或光丽 涉行举国军政大权也完全可以微服自主了 需要冒天下之大部委去称王吗 当然不妨也同时表孙权为平起平坐的大将军 扬州牧交州牧青州牧之类的支票尽管去开 虽然这样未必足以打消孙权对南郡的企图 但所谓盟友若是连一些象征性的面子都不屑去给 什么政治上的好处都不肯让步 就别怪敌人开出更高的筹码了 诱惑论刘备称王 事年事已高 委身后事打算解决将基业传及子孙的合法性 让刘传得以传承基业 所以要急着和属下定下君臣名分 原本大家名分上都是汉朝臣子 此后就都是汉中王殿下的臣属了 倘真如此 那么这句正语被称为汉贼的曹操一般无二 彰显刘备是天下以死哥边地而自亡 从政治上是个必大于力的大昏招 曹操原本以司空丞相路上书是 即可终身设行天子权 之所以不惜逼死寻遇 激起一次次 后方中汉世人反叛和政变 也要称为公为王 最大缘由 乌飞也是为了将基业和权柄顺利传承子孙 若刘备真做慈想 只为割据一方 以国家周郡传及子孙为私产 那正是将自己从天下人认可的英雄意识 变成了和汉贼曹操军阀孙权一类的枭雄 已经丢弃了政治大义的刘备 兵马不如人多 地盘不如人大 又怎么可能最后成功呢